我是趙小康 歡迎回到一項選民報告的現場 好 我們先看一下今天的民調 滾動式民調 再來討論這個宇昌案 三組候選制度 今天馬烏是42.3 對上蔡英文的37.1 宋楚一是6.6 我看老沈 破7了 我10天前你講 你給我10天 我保證破7建6 你再給我10天好不好 破6建5 我也表態14% 藍綠差距是5.2% 我們看一下五天的記錄 五天的記錄 馬英九41.8 41.8 40.9 42.2 42.3 所以昨天跟今天是差不多了 蔡英文37.1 36.7 37.3 36.8 37.8 這也差不多 其實也差不多 宋楚一7.3 7.3 7.2 7.4 6.6 這就差一點 那兩個人差距 就是藍綠差距 4.7 5.1 4.6 5.4 5.2 老師你怎麼評 我覺得藍綠會進一步拉開 就是股市的有效反應 第一點 還有第二點 今天的擴大內需 第二點 就有用 會反應在民調上嗎 我覺得會 因為大家怪馬英九的就是五感 這兩個剛好都有感 有感嗎 我不會立刻得到嗎 當然有感 就有感 特別是股市 我覺得股市還滿有感的 就是那種 你推出很多的經濟政策 那有些都要長遠才能夠看得出效果 可是像你股市的反應 還有就是說你對於中小企業 這些勞工的貸款的這種援助 這都是很利急的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會有感覺 我覺得姊姊是一個大基金的操犯者 所以乃靜說有感就有感 你說我姊姊 我姊姊是基金的操犯者 最近應該很累吧 很難操 老闆 為什麼宋到了6.6 我覺得這個宋 你看友台 宋不相信 宋說民調都不可靠近了 你看宋 跟宋有關的友台的收視率 緩步下降 這個其實到底是因為它邊緣化了 收視率下降 還是先下降 它再被邊緣化 因為我覺得原先大家這麼關心他 有好多原因 強力挺他的人 我覺得為數沒有那麼多 但是很多教育的 很怕他影響馬英九人 通通下來看 現在覺得說也沒怎麼樣 大家各自歸對了 我覺得宋 最後大家就覺得說 他大概你投他沒用 第一點 我覺得他副手的表現 也漸漸讓人家 我是很為難 又是我的同學 但是我覺得副手的表現 到目前為止 有很多人說 當真嗎 我真的要投他嗎 這個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老闆你這講話 什麼友台 什麼收視率的節節下降 是因為大家送別人的話 是因為本節目收視率節節上升 我說友台 我知道 友台下降是因為本節目節節上升 投了時間 什麼送對話 本節目節節上升 你不知道嗎 不 好不好 我跟你講那些人先離開友台 才回到你的節目的 為什麼會離開友台 是老宋已經不行了 其實我覺得宋先生 還有一個就是 他的兩場辯論 特別是他第二場辯論 我覺得他第二場辯論 講得不錯 然後他的很多的語言 其實跟民眾都很貼近 可是事後的 大家對於他的表現的 媒體的民調上面看起來 就是實在是蠻低的 然後支持度也都任何 都沒有幫助 所以辯論跟支持度有什麼關係嗎 沒有關係 而且我覺得那個使得宋楚瑜 那變來變去幹嘛 我覺得那個使得宋楚瑜 就是他沒有辦法 在那個點上面 能夠跳起來的話 稍微跳一下都沒有的時候 就整個氣勢就 就有點往下了 還有就是呢 我覺得林瑞雄教授 真的太妙了 這時候去布丹找什麼幸福啊 我不要替台灣祈福 老師你不要跟台灣祈福 布丹蠻好 不做很親近的 一起去為台灣祈福 你曉得現在宋楚瑜的看好度 只有0.1耶 所以他原來計劃說他15% 然後蔡英文宋楚瑜 各拉5%變成25% 變成三三鼎立 然後再來把馬鞭九拉起來 顯然看起來達不到嘛 就是說當林教授去 跑去布丹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這組人到底是玩真的玩假的 搞不好祈福回來就轉變了 是 當然現在講好像是馬後炮啦 不過在七月份的時候 其實我曾經講過 我覺得以我們看選舉這麼多年 我覺得這次藍軍的操盤 讓我有點驚訝 我就驚訝說藍軍這次操盤 似乎空前的穩健 那他表現在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說 一個就是說到現在為止 不管宋楚瑜 你看連劉文雄你拿了兩億啊 然後每次選舉拿兩億 這種話都已經講了 那之前不管是黑金沸騰啊 無能啊 然後這種 各種的已經是 近乎這種辱罵式的 這種攻擊都出現 可是整個國民黨的系統 馬鞭九 那更不要說金普聰 但是整個系統 到現在為止 仍然是不發抑鬱 那這個我覺得很困難 其實以過去藍軍的文化來 非常困難 那我覺得那個是 那個並不是來自於 黨中下令 而是整個大家就是 不約而同的 有內統的氛圍 打不還手 打不還口 這很難啊 跟那個金門那個 金門那個 你不要下去 真的 今天是那個上校被打 頭破血流 固然是大家笑他 可是他如果把那個居民 打頭破血流 你看會怎樣 金門沒有很強悍的 他如果 中金一要就來了 到時候就告成 這東西真的很難 你還要有制服的能力啊 這很難啦 因為你要 軍人的優勢就在槍嘛 他要動槍嘛 不可能嘛 他都沒辦法這樣動 那國民黨他一開始的時候 我覺得他當他把部分 就不斷的往後延的時候 大家都在講說 他是要預留 預留民進黨的空 預留親民黨的空間 我說不是 他一定是花很多的精神 在人選的挑選上 後來名單出來之後 這些名單今天 固然沒有大家 但是我認為最後的20天 一定會去強強推這份名單 因為這是他花了很多的心血 才提出了這份 大家都覺得非常OK的名單 然後再加上周美清 所以這些議題 特別在今天看到 如果馬英九 他會去積極回應 宋楚瑜的那些質疑 你什麼地方沒有做好 所謂的三中 中小企業 然後中低收收入 中南部 這些弱勢 你越積極回應他 宋楚瑜就會越邊緣化 那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這些策略都是OK的 你覺得鄭陽軒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國民黨打雨昌案成功了 你覺得成功嗎 就當宋楚瑜沒有新聞嘛 已經一個月了 所以我是覺得宋楚瑜是因為 兩黨在作對廝殺的過程當中 就變人化了 所以是國民黨策略成功 國民黨打雨昌案 那沒想到變人化 我同意這個講法 譬如說我再回到友台 你看友台以前 宋楚瑜還有一點點價值的時候 一天到晚每個禮拜一次 來本台接受專訪 他現在不要了 因為現在宋楚瑜去 也沒有人看了 所以我必須要替很多人 包括我在那裡講 從宋楚瑜七月開始參選到今天 他會從13% 14% 走到今天這個 很多人會覺得這個是預料之外嗎 大家都猜到了 只有當事人沒有猜到 宋律賢 國民黨還是同時長有 絕對控制立法權 而且還是有憲政的優勢有行政權 所以行政立法權 都在他的手上的情況之下 去主導議題 絕對是他最後20天 可以打的一個大選戰 他如果能夠有效的主導議題 不但是不需要去用攻擊的方式 就可以去邊緣化其他對手 他可以展現出一個非常大的對照 就是鍾信大哥剛剛特別講 在國民黨執政之下 兩岸和平發展的這個大勢頭裡面 國民黨跟民進黨的對照 在最後20天可以把它拉開 如果可以很有效的這樣做的話 現在的這個緩幅增加的領先優勢 就可以再把它拉大了 好吧 反正民調看完了 看明天怎麼看 我要表達上意見 不要因為馬蔡的民調 到暫時拉開就一片樂觀 就是很低 我跟你講 這種想法非常危險 容我坦率說 你如果要我看 我覺得是 我覺得非常危險 因為都在誤差範圍之內 兩次死亡交叉 公投跟劉毅如烏龍 大家應見不遠嗎 我不會那麼樂觀 坦白講 我還認為 誰會勝選我都不知道 充滿不確定性 我再講一下宋主義 宋主義只要50萬票以上 就治你馬英九死地 不要用這個民調 我是說宋主義因素 從來沒有解除 包括最近一兩個禮拜 主持人都問我 你是沒有啦 陳文倩另外答案 如果民進黨執政怎麼樣 會怎麼樣 這是假設新聞都提出來 其實對你馬英九不理 都有人這樣提喔 包括陳文倩 顯示馬蔡的危機 焦灼狀態仍然持續嘛 危機沒有解除 我不贊同各位的太過樂觀祥 我在看這個東西是一樣的 就是馬蔡其實差不多 因為它正負三 正負三等於差可以差到六 所以基本上差5.2 如果用正負三來算 其實我認為還是膠著還是麻花 不過我們剛剛回到這個廣告 那蔡英文閃躲馬英九說明 昨天劉毅如好像提了一個問題吧 昨天我們也討論 劉毅如說 蔡英文家族只拿出20%的資本 為什麼能擔任董事長 民主黨今天有回憶 他說台積電張忠謀呢 張忠謀為什麼這個 0.48 0.6吧 0.48 0.6 0.6% 為什麼可以當董事長 我今天去請教一些人 老省可能也知道 就是說台積電大概780%的外資 外資不能當董事長 然後在台灣的 因為它資本太大 所以0.6可能就是很大 很大 大概沒有人比它更多了 很大的對人股東 大概是非常大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張忠謀本身 他在美國什麼 所謂的公務院 他就是這方面的專家 所以今天大家質疑蔡英文 第一個當然你股份少 第二個就是說 你是生技的專家嗎 不是這樣 你是管理的專家嗎 也不是 那所以 我基本上 當然為什麼其他股東 要選蔡英文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我的意思說 你用張忠謀來跟 蔡英文做對比 我認為這個其實 是不同的狀況 這個容許我說一下 台灣有很多很大的公司 跟企業集團 他的大股東都持有不到7% 然後就是擁有所有的經營 跟管理權 所以這中間呢 就是股東他們的協議 劉宇如可以問的是 漲有最大股權的公股 當時那個40%的時候 他們為什麼放棄了 自己推人的這個權利 而或者說 他們是不是應該 由他們來推蔡英文 或是別的方式 他應該問的是這個問題 而不是說 20%的人可不可以當董事長 這問題不對 我是趙紹康 陪你回到向小明報告的現場 剛剛我們提到 態度決定高度 那到底 現在藍綠怎麼 一星期之內 藍綠一共10個人 已經成為被告了 你告我 我告你 然後呢 你噴我末 我告法院告你 就搞成這樣 那發展社會就會怎樣呢 沒有 接下來 我覺得接下來 大家關注的這個焦點 還是會在劉宇如身上 就是說到底 劉宇如他會不會再提出問題 然後他如果再提出這個問題 他說這個禮拜內 對對對 他提出問題之後 綠元一定還是會再回應 可是我覺得就是 從馬英九他們推出 國安基金這一系列來講的話 其實看得出來他們主軸 想要拉回到 這個財經議題上面 那這個戰場 顯然是對執政黨 會比較有利的 因為我覺得現在這個 宇昌的案的這個部分呢 我覺得對藍綠並不有利 那那個雷倩怎麼看 宇昌是很遺憾 他中間有很多關於公共政策 以及利益迴避的 其實在美國 如果一個候選人是涉及這麼多 他可能已經被考慮 或者被要求要退選了 對 可是藍軍事實上是真的沒有打好 而且現在派出來打的 都是在政治口水上面纏鬥 所以他在事實 越來越不清楚的情況之下 藍軍必須要考慮 你要脫離被別人抹黑說 你是政治追殺 或者是司法不公 破壞他的這個可能性 所以我自己是感到非常遺憾 因為以前這麼複雜的二次金改案 這麼複雜的高鐵高解案 都可以說得清楚 但是這一次宇昌案 藍軍真的沒打好 這樣 我覺得不會再打了 因為太複雜了 而且他變造文件 也造成自己的傷害 一點也不複雜 謝謝 吳士傑見好就收了 端出你的牛肉 這對國民黨是利多的 加強兩岸論述 對你國民黨更加分 現在反正就是 就是已經把軸線重新調回來 就是宇昌反正 就是交交給司法院去處理 我認為馬上就不會再去處理 我覺得我們很奇怪 因為像這個